捷克首都布拉格市市长赫瑞普去年放弃北京 改和台北缔结姐妹式关系而触怒中国之后 他这次随着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齐到访台湾 也没有给中国留情面 开声批评北京没有兑现投资承诺 更强调一中政策可以弹性权势 一切 lado excellent 我们政策至一 Parlament 局也是会来分吧 because the policy is 是常个比较往能力的 对方 partie说的 不懂它每个关系 在一某地方就不说 我们个人望会议 赫瑞普去年10月取消和北京姐妹城市協議后 中国批评他公然挑战一中原则 之后连带上海也和布拉格切割 针对中国外长王毅警告 高调率领代表团访问台湾的维特齐 赫瑞普直言完全无法接受 还特别感谢斯洛伐克 德国和法国的声援和支持 为了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 布拉格台北正在研议 开辟两座城市的直飞航线 这次促成的合作项目 还包括了防疫 教育 保育等等领域